臺北縣瑞芳的金瓜石 發生了火燒山的意外 疑似是有工人在山區燃燒了廢棄物 引發了火災 因為這個附近還有民宅 所以消防人員跟空勤隊 都急著來滅火 火勢燃燒了一整天 到今天凌晨才獲得控制 透過空拍畫面 可以看到金瓜石的茶壺山群峰 煙霧瀰漫 農業不斷從山頭冒出 火勢燃燒迅速又猛烈 空勤隊出動兩架直升機 載運水袋灌救 中午12點22分 有民眾發現火燒山趕緊報警 但是火蛇一發不可收拾 台北縣和機動消防隊 動員一百多人打水助拯救 沿見熊熊火焰就快燒到自家門口 附近居民不敢大意 趕快撒水降溫 消防人員初步調查發現 起火點就在這裡 應該有工人在這裡燃燒廢棄物 才會引發火災 由於天氣又乾又熱加上火勢助長只能控制火勢範圍避免延燒 在找最近的一個山路的部分 找到我們適合人車部署的地方 我們來做防護 那我們優先考量的就是 只要附近有民宅的部分 我們會做加強防護的工作 大火燎原超過兩甲地以上的山坡地 已經燒成焦黑一片 消防人員展開路空兩路滅火 希望將損失降到最低 明星人陳從漢 台北線採訪報導 好